正式官宣 说唱新时代2改名来福好事说唱店 黄子涛确认加盟 今天上半年说唱新时代2就开始招募选手了 但一直没有后续消息 尽管后面有传闻说唱新时代2将会改名 但也没有具体确认 不过今天B站正式官宣了新节目 来福好事说唱店 也就是大家一直期待的说唱新时代2 不过今天的来福好事说唱店规则 与第一季说唱新时代完全不一样 根据节目组放出的消息 黄子涛将会带领第一季说唱新时代的选手 与报名参加第二季节目的选手 一起前往海南 在海边进行Live House的演出 值得一提的是 节目导演依然是严敏 此次众多第一季参赛选手都将回归 你们期待看到谁呢